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着的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坐笔以后 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 这个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 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吃性为主 而所造的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你来说的 家人很术 你来说的 你有我们就是 你来说 就开心了 你来说的 有啊哦哦 要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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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天地下 咖喊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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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这个层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 就是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这回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那里面里面的相当值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今天呢我们就是讲的这第五个啊 就是遣除太过 遣除太过也是分四个方面来进行叙述 首先是破除不得福德之证 那么不得福德之证呢 就是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供患佛生德 如供实有佛 讲这个颂词 那么这个颂词的字面意思之前 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这个 对方给我们发出太过 也就是说是进行辩论 怎么样辩论呢 对方站在一切万法是实有 以这个观点的立场 这个立场上 他就开始遍布道 说你们大乘中观派 认为一切万法都是没有自信的 神义地当中全是迷四变八戒 十数地当中 虽然有现象 但无有自信 就像如梦 如幻 如阳眼 如岁月等等 就是以这样来比喻说明的 如果真的是一切诸法 像那个幻幻一样 虚幻不实 这样的话 那有很大的过失 怎么样过失呢 那一切万法 如果虚幻的话 那佛陀也变成虚幻不实 像虚幻一样了 我们本来说 功夫是肯定有功德的 但是你们说 所供的对境的佛陀也是无有实有的 无有实有的话 那么供佛的功德已经坏坏了 因此对供养佛的这种功德 一定有耗尽的过失 所以说 万法承许为虚幻不实的这种观点不合理 对方确实也是站在这种角度来进行辩论 那么对方给我们饲养 提出问题以后 我们说 虽然你们说的是对 一切万法没有一个真实的自信 尤其是以神异地来观察的时候 全部都远离一切戏论 以四处地的这种角度来分析的时候也是 任何一个法 虽然有它的明明清清的显现 但是它的本体上 因缘上 以及它的过上面进行抛弃的时候 没有一个不能成为不实的东西 也就是说全部我们中观成为的失控 不可能有一种堪忍的 或者一个诚实的东西 不可能有的 那这样一来 会不会刚才他们所说的过失 供佛的功德好听的过失有没有呢 这个绝对是没有的 怎么没有呢 因为我们所承认的呢 不仅是我们供养者 供者的我 也是在名言当中 也是虚幻的 如幻幻一样的 然后我所供养的供品 不管是水果也好 或者说是一切世间的 主人所所摄持和没有摄持的这些所有的供品 就是供品的话 也是如幻幻一样的 然后所供养的这个世间 未来过去全部呢 也是如梦如幻一样的 所供的这个对境呢 就是佛陀的话 也是这个 不管是以前正在注释 宣说佛法的佛陀也好 或者说现在佛像面前也好 佛殿里面所供养的对境的佛陀 也是幻化的 但是这样的幻化呢 全部是幻化 也最后获得的什么呢 获得的幻化的果位 也是幻化的质量 也是完全是能得得到的 确实像佑布众 小乘众的话 他们认为佛陀是石油的 供品是石油的 供者是石油的 然后最后所得到的福德 福德也是石油的 但这一点没有任何差别 只不过是你们小乘众 承认为供者 供品全部成为石油的 最后所得到的福报 也是石油的 而我们大乘 宗观众 认为这些都是不石油的 但是最后所得到的 也不石油的这种果位 就是不石油的福报 所以说 我想是我们要懂得 虚幻布施的这种道理以后 被吸到过的一切执著 也会自然而然消失的 但这样的 显而不石的这个幻化 就是幻化呢 实际上也得得到一种幻化的这种福报 福德 过来一点 三月的石油的石油 现在大家知道焚尔地是平的 神器人不是太有以后的 神器人是太大一样的 人类的神器人 都不石油的 但是写��刻在咱斯人之上 一切都不成功 好像就有点尖二说 所以我们不得到死兰地 而所以我们因此不必要 了我们点击个鸡的时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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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讲破除不能戒胜之身 因为刚才如果是空性的话 这个福都不可能得 那么现在说如果是空性的话戒胜 我们在轮回当中扭转这个胜死 觉得是不合理的 那么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有情若如患 死亦云合胜 中眼聚合业 随患业当胜 云合应救助 有情成事有 首先第一个问题 这是颂词当中也比较明显 他们说你们中观派认为一切法都是如梦如幻 如扬扬 岁月千大波乘等等 一切都是现而不适这样的空性 如果是空性的话 那么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死者 就是幻化石它造出来的大象 骏马这些 其实是什么时候都灭的 就很快的时间当中是灭的 那么死完了之后 幻化石的大象又活过来了 没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电视里面的人通过打仗 最后死了的话 他人死了就死了 在电视当中活过来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们佛教认为 每一个众生都是从无始以来到 现在就是扭转轮回 一直连续不断的 生生死死 辗转不断 是这样的 佛经当中也说是 有情轮回生六道 犹如车轮无始中 佛经里面也这样说 那六道轮回的众生 就像是车轮一样的 没有开始和最终的 一直不断地漂泊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轮回就是不合理的了 你们认为 一切诸法是如幻如梦 我们可能有些人也是这样想 一切诸法是如果如幻 那我无时依赖来到这个人家 然后还要不断地漂泊在轮回当中 那这个怎么合理呢 肯定不是如幻如梦 如果如幻如梦的话 你看那个幻化石子 幻化马上都灭完了 灭完了以后 就像水泡一样就没有了 那这样的话 怎么会是还长期在轮回当中是 一生是二生是这样的 不断地扭转了 还有这回事啊 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的 但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我们下面进行最大折捕 那首先就是说 如果因缘俱合的话 你们认为外面的幻化 很快的时间当中会灭尽的 但是也不一定的 幻化的话 实际上这个幻化石 古代印度都有这种幻化石 就是他通过一些石子 木块 以及咒语 还有一些药物 以及各种禅灵和灯磷的能力 这些因缘俱合的时候 外面可以变出来了 各种的大象菌 或者山河大地 什么样的形象 可以缓化出来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对他回答的时候 就是说 不要说我们六道轮回的众生 因缘俱足的时候 还不断地扭转 包括你们幻化石 世间当中的幻化石 他所编出来的幻化 如果他的因缘 刚才所说的这些 全部集聚的时候 其实幻化 毕竟是幻化 但是它还是不会灭的 它的现象 也是应该存在的 这些是应该存在的 想法不断地扭手吧 如果真的可以分开 就能ets子 买在我三个月 还是大队里扭手 噜上一路干嘛 可以分开 它依然很丁寥 变成大队里扭手 但是就不会再换 大家可以便会 到了 你有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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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 我们应该知道 所谓的众生 他的无名 烦恼 还有一些执著 躯亚等等 这些十二元气里面前面的各种因缘具足的时候 那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众生 虽然本体是不成立的 就是缓缓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在轮回当中一直不断地扭转 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 任何一个法 只要是他的因缘聚合的时候 一定会显现的 就是这个显现的 那么这个时候 对方有这样的一种疑问 对方有人也提出一个疑问 虽然一切都是幻化的 这一点你们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承认的 但是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幻化的话时间是很短的 比如说我们做梦的话 晚上很短暂的时间当中就是做梦的 然后外面的一些影像上面的 这些幻思也是刹那间或者瞬间 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显出来的 而我们众生不想通的 从无始以来到乃至臣服之间 那么长的时间 说明在这个时间上面 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众生他扭转的时间 特别长的原因应该是十有的 而幻化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的原因 就是不是十有的 对方给我们提出来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说 云和饮酒中有情成十有 你们怎么说是 因为路道轮回的众生 时间是比较长久 因此他肯定是具有十有的 这个理由一定也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呢 如果是这样 时间长一点 他是十有的话 那我们有两个幻化 有两个幻化的物体的话 一个时间就是三天 一个时间就是八天 那这样的话 八天的幻化 第三天的幻化 长的缘故应该变成十有了 或者说我们幻化变成八天的时间当中 然后十有的人变成一天的时间了 比如说一个幻儿刚生下来了 然后他活一天 然后旁边放一个什么延续片的电视 火焰价的电视 一直放到八天的话 他还没有灭 然后那个幻儿生完了以后 死完了 那这样的话 他的这种人生应该变成幻化了 另外那个变成十有了 因为你承认 时间长的是十有 时间短的是不十有 那这个也不能成为一个理由 我听见了的心静 不明是一万一 不一样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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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破除无有善恶之辩 对方说 如果一切万法是空心 不应该有善 不应该有恶 就又开始进行辩论 幻人行杀事 无行无罪服 欲有欢行者 则生患罪服 对方又是这样说的 你们这个宗观派 认为一切万法 都是 也是像幻化一样空性的 如果是幻化一样空性的话 那么这个幻化 大家也知道 如果一个幻化的人 然后杀了幻化的人 那个杀者也不会犯杀罪的 电视里面两个人打架 结果有一个人打死了另一个人 那电视里面的杀者 不会犯罪的 或者我们现在所谓的机器人 两个机器人打架 然后一个机器人杀了 那个机器人有没有罪过呢 应该说是没有罪过 不会受法律的惩罚 不可能我们把这个机器人 关在监狱里面 有没有 现在人什么样的 怪怪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 也许有哦 有些人觉得这是很好玩 就是把机器人也是 关在监狱里面 这样也不可能的 然后如果最近是幻化人 那么被幻化 做各种各样的供品 饮食 财物 这样供养的话 也不可能得到幻化的福德 所以说你们如果认为 一切都是幻化的话 那实际上就很方便了 就比求杀人的话 也不会破坑本邪了 然后比求供养十方诸佛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在家人 对僧众面前做各种供品 就是什么水果 橘子 供养的话 也不会有任何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都是幻化 一切都幻化的话 杀害众生也没有什么罪过 然后供养供品的话 不应该有任何福德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们中观他不是说 一切都是幻化 如梦如幻嘛 如梦如幻的话 哪里有这种罪过和福德呢 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好吗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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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因为没有命 电视上面的人怎么会是有命 没有命的呢 但是我如果生气沉河系 我拿着到向电视屏幕上去杀人去的话 我还是在尔兰耶上面是以恶性的这种积累和恶性或者说这种种子已经种下了 但是根本就是不会犯的 不会犯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方是没有这个心的 对方是没有这个心的 因为对方没有心的缘故呢 对方不会有苦恕也不会有快乐的时候 因此我给幻化的这种对心做供养的话也没有功德 或者布施的话 他没有这种结束的心也没有苦恼的这种心 这样的原因就是不会有报应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这个心的原因 而那个世界上的像幻化一样的人如果把他作为对劲 我们用武器来杀害他的话那就是有这个罪过的 为什么有罪过呢 因为众生他的这个名根就是相续已经断了 再加上他就有感受就是无量的这种痛苦 无量的痛苦的原因就是我会犯根本戒 就是犯那个杀生罪 或者我对对方就是乞丐 对他进行布施的话 那对方就生起欢喜心 有这个快乐和欢喜的缘故的话 对方就是接受了我的这种食品 然后呢就是我有这种这个负担 happened then 你为什么会打负他 那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等无功能 不生入患心 种种因缘生 种种入患我 因缘生一切 毕竟此非有 那么对方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 对方说 你们中观派认为 现在真实的众生有心 而幻化的东西没有心 所以众生肯定是有的 因为他有心的缘故 而幻化肯定是假的 幻化肯定是假的 因为他没有心的缘故 有心和无心的原因 一个是有的 另一个不是有的 因此你们中观派千万不能用幻化来比喻 不要认为一切幻化都是虚幻不适的 不能这样的 你们一个是有心的 幻化是没有心的 这个特点还是最重要的 对方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作者 下面给他回答的 说有心无心的话 其实因缘具不具足的一种差别而已 你有了心 不等于变成真正的实有了 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要进行剖析 怎么剖析呢 因为幻化 幻化这个物就是咒语 刚才所讲的狮子 木块等等 各种幻化石的物具 它的这种容具 它的这些容具根本没有功能 没有功能产生心的能力 因此我们幻化的外面的电视也好 电影也好 或者说一切古代的幻化石 它所幻化出来的这些 各种像人 马 各种动物的这种形象 应该变得出来的 但是这个形象其实是真正的 幻化的这种身体自由的 外面的这种物质是可以显现的 但真正的内心 我们所谓的如来当的光明的这种心 那个它谁也没有办法创造出来的 就是没有办法创造出来的 因此在这个世间当中的万事万物 都有不同的因缘 因此这个幻化石 它虽然各种因缘具足的时候 它也可能会变出一些大象 房子 以及外面的各种山河 草木等等 这些都可以变出来 但是这些变出来 也有不同的各种因缘 这样以后 这些幻化可以说是外面的一种形象而已 而众生完全是不相同的 因为我们众生确实是有无明 有烦恼 有业 还这样的因缘具足的时候 有苦乐的感受 所以这个形式自然而然会有的 众生是有形的 有了形的话 那么它成为业力的这种所依 所有的善和恶的所依 就可以成立的 然后另外一个 幻化的这些物体 它没有形成 刚才不是已经讲了吗 如果众生是有形 幻化是没有形的话 有形的应该是变成石油 无形的不是这个石油 它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阿弥陀仁波齐以前举过例子 比如说 牦牛头上有牛角 而白马头上没有牛角 然后你不能说 牦牛应该是石油的 因为它的头上有牛角的原因 而马头上没有牛角的原因 所以它是不石油的 不能这么说 有一个因缘具足的原因 这个法具足的所依是石油的 然后另一个不是石油 这样的说法 应该说是没有的 所以说 我们应该知道 整个世间上 各种各样的因缘 千差万别 形形色色 全部不同的因缘而产生的 没有一个 一个法能产生一切过的 这是没有的 因此说在整个世间当中 各种不同的因缘 产生不同的法 而有些就是有心的 有些就是没有心的 这个有的东西 不能认为它是石油的 心没有的东西才是幻化的 这样也不能认为的 因为众生虽然是幻化的 但是他有这个心 而其他的扬言虽然是幻化 它是没有这个心 然后你有心和无心的差别来 不能说是一个是石油 一个是无石油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因此说 真正的所有的缘当中 一切的操作 不可能只是用一个法来制排的 就是这样子有点相伤的 就这样子有没有響进去 就是有疾病的 然后就先来个人消息 对重点以下来的 你也真正的不忍运 收睇 centered这小伙伴 等等 甚至变得能耍 两个人感觉 这是一动小伙伴的 这种麻热的 一种人感觉 谢谢 因此 我觉得我又会和依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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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